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拍摄 不管你拍摄什么动作 拍摄一个无聊动作 比如说我们在张口闭口 张口闭口 我这个水泡不到冒 连续拍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拍一分钟不是艺术 拍一个小时就是艺术 这个就是这样的 您这样说普通人就很好理解了 您这个总结的很好 我觉得很多无聊动作 所以你看那种录像艺术 看一分钟就走人了 你就可能不是一个优秀的观众 你这个优秀观众 你就不看 你必须从头看到尾 当时从头看到尾要冒着打瞌睡的危险和稀里糊涂的危险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的人在这种重复当中会体会人生哲学或者宇宙真理 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就艺术家在做一些这种无聊的事情来折磨观众 让观众有折磨的感觉 但是有没有意义呢 就看我怎么看 折磨观众当时很不对 是吧 但是当我们都沉浸在好莱坞的这种美妙的这种歌舞生平 俊男美女和情节紧张的这种商业大片当中 那些影像艺术家们通过这种单调无聊乏味和重复的影像折磨一下观众的眼睛 那么我们也可以大概解释为他们在批判影像商业主义也有道理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很多东西看怎么说了 是吧 看怎么说了 总比对折磨要好嘛 对 这个影像艺术 但是实际上 我们说说影像艺术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以那个 以那个屏幕作为主要载体 一层不变的影像艺术 但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很难切割以屏幕为载体的所谓的影像艺术和所谓的纪录片的关系 我这里纪录片还不是讲那种传统的经典的北方的狼啊 那这个 这种纪录片啊 这种非常明确题材的纪录片 我说一个其中的例子 就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的特点是现场性 表演完这个事就完了 结束了 他就反对作品的物质是吧 任何行为艺术 它都要强烈现场性 但是你发现没有所有行为艺术强烈现场性的结果就是 他必须变成影像 摄影 才能保留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当我们去一个 比如说 那个是澳门艺术中心 很早就在做新闻艺术的中国新闻艺术的展览 收集很多这种材料 我也去看看他们的展览 我们走进一个新闻艺术的展览馆 不管我们对这些新闻艺术做何种评价 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啊 伟大还是不伟大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场 严格来讲 其实是个影像展览 因为所有行为艺术都必须变成影像 当所有行为艺术变成影像的时候 变成摄影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他是行为艺术还是影像艺术呢 就像 中国早期做行为艺术的人 他们要找人拍照 拍照者当中最后成了摄影家 他的作品就是行为艺术的这种现场 于是引起完全纠纷 当然也有人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引起完全纠纷 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新闻艺术 叫《为乌鸣山增高一米》 五个裸体 那个照片也有国际市场 好像有点价格 拍摄者是著名摄影家旅男 专门请在现场拍的 但是这个旅男呢 他做的事情呢 在当年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有版权观念他拍完这个照片以后 所以现场上拍完以后 然后把底片放成若干套照片 全部分给这些参与的艺术家 之后跟他们宣布 我现在把底片毁掉 这个不是我的作品 所以你们发现没有 《为乌鸣山增高》有的作品下面可能会标上一个字号叫屡男拍摄 但是屡男从来不认为这是他的作品 他说这是行为艺术家族 但是实际上很多行为艺术家 他们意识到他们现场表演要成为艺术史 就必须被拍下来 从拍照片到拍视图片 不被拍下来 我们这些搞艺术史的人 或者研究我怎么研究他呢 我们研究不了的 只能道听途说的话 这里面就 道听途说不行 我没有证据 是吧 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 或者如果阅读过弓不理系的艺术的故事 弓不理系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收在这里的人和他们的作品 大概就是艺术家和艺术品 但是我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收不全 收不全 什么原因呢 大概一个原因就是 不收的人就不重要 但是弓不理系很 英国人 经验主义背景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不能保证 我都能够网络进所有我看到的艺术 但我没看到的时候 他对我就不存在 我就怎么能写进去呢 所以所有行为艺术都必须转变成 首先是照片 最好是影像 那么这个拍行为艺术的影像 某种影像也是 也是影像艺术啊 那中国就出生这种纠纷了 以至后来有些行为艺术家很明白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行为艺术现场 请摄影家来拍摄 请摄影家来拍摄 请那个影像艺术家来拍摄 先把版权合同签好 这是我的 不是你的 因为有过这种纠纷 有过这种纠纷 但是反过来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文章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讨论行为艺术的时候 我们最近是在讨论行为艺术 还是讨论影像艺术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这里就涉及到摄影到影像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必须有一个拍摄角度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拍摄角度 看成是一个纯客观的角度 虽然我知道 在传统纪录片里边 有两种镜头的立场是互相对峙的 一种立场叫做导演要退场 要隐身 让对象说话 那么它表现它的镜头是平视 是吧 不能够过分的广角镜 或者过分的拉近拉远 对不起 是吧 或者很唯美的构图 很有镜头感的叙事方式 这些都 对 不能有太太太太优美 让了这种观点发展下去 就是人类学人类学的这部片 是吧 但相反就是导演要出现 要出场 导演要说话 就说强调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拍摄角度是这个问题 第一 第二 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为了使我们的镜头具有某种力量 或者某种形式感 我们就要对对象进行处理 所谓对象进行处理就是 如果不是曝光的话 那么在现场拍 我们在现场讲对现场光线的效果 这是一个从事摄影艺术 影像艺术 基督片艺术 更不要说电影导演 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也能意味着 可能跟摄影最后的结尾一样 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 客观的 影像 记录 所以这些拍摄行为艺术的这些影像 我们把它看成是影像艺术 又有何不可 它就是个双重眼光在里面 没办法 尤其是早年的行为艺术 当年的影像技术还不完善或者不普及 或者说这些可怜的新闻艺术家 当他们在做新闻艺术的时候 他们可能身无分文 或者说经济条件很差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请不那么好设备的人过来帮忙 也就意味着他们留下的影像就可能粗糙不堪 当然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这种粗糙不堪的质感解释为艺术 解释为趣味 是吧 就像今天画画 要画坏画才好一样 我们今天觉得最好的影像艺术 就是影像实际上很差的意思 拍摄 又摇 又晃 又不稳定 但是把它给看成记录了 这种粗糙在一起的 这是行为艺术的东西 所以我后来我就常常说行为艺术 它要转变成影像 它否则不能保留 它转变成影像以后 我们去研究这些行为艺术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研究一个行为艺术的现场呢 因为它现场已经消失了 它是研究一个影像艺术家对于这个现场的行为的一种拍摄的角度 而这个所谓的拍摄角度和关键处理 也就意味着是这个影像人对于现场的这个事件的一种解释 以解释 这有立场 这有观点 这有价值观 那它是纯粹的行为艺术吗 这是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变成屏幕化的时候 我们所了解这个世界全部在屏幕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了屏幕 而屏幕能够被呈现 背后有一套技术 我们就不要忘了镜头的角度 不要忘了光线 不要忘了今天非常简单的 非常容易的程序去处理的节目 这是我们讨论影像艺术的一个可能有趣的现实问题